我已經沒有時間 你周湯號了 我已經放棄周湯號了 為了聽咕咕 藝人周湯號出現了 哇 很感人 那個手搭起來真的是兄弟情 非常非常感人 你應該要發抖 他很感動 他也很狂 紅 他也不喜歡打擾人家 沒有 谷哥真性情 真的是大大大驚喜 咕咕呂四位 演起兩次的演唱會 7月23日將在高雄 流行樂中心舉辦 這也是他確診康復後 首場歌唱 正全力投入練團中 而還有周湯號 突然神秘現實 讓他好激動 哇 你怎麼會有空 因為你要開演唱會 所以還是要來看一下 好感動 而且你前陣子講冒 不敢跟你見面 前陣子身體比較差 很感謝 因為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他其實很少出現 對 我滿少出現的 對 他現在做導演的工作 非常亮亮的大 所以他可以出現 我覺得是感謝 看到媒體大歌 大陣仗 對 對 我其實平常真的很不好意思打擾他 因為他真的 其實他真的超爆 我相信你比較就是 幕後工作人員 然後對 今天是就是 副業這樣子 充滿關不前 我最近都開玩笑說 我已經沒有時間 你周湯好了 對 我已經放棄周湯好了 現在比較沒有那麼容易掉眼淚 但是我心裡面很澎湃 對不對 本來想說就是這樣 簡簡單單的一個記者會就好了 對 弄得壓力很大 因為我們認識很久了啦 然後我知道他平常是非常的忙 而且他很少出現在螢光幕前面 所以其實他今天可以來 我覺得 我心裡面有一個不一樣的想法 這樣子 對 很感謝他 前陣子有因為不明原因住院 對 我高燒到40度 我從來沒有發到40度過 然後哇 那個天昏地暗的 確診都沒有發那麼高 其實到現在還沒找不到原因 對 那我想說演唱會結束再慢慢找 因為我什麼都做了 我連顯影劑都打了 醫生也不知道為什麼 確診之後有些健康很難 有問題嗎 還沒 但是我有照一些 肺部X光啊 然後還有一些 核齒都有做啦 可能肺部會有一些 可能比較不一樣的狀態 那你也沒辦法 因為我也不抽菸嘛 所以你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當然就持續觀察囉 就是比如說會誤誤的啊 抽菸的人才會有點誤誤的 所以確診完 有幾個一定要去檢查 就是肺部X光 你要開始定期半年照一次 確診它會有在罰銷的原因嗎 對對對 就是後期 後期 對 本來以為跟這個有關係 但其實沒什麼關係 就是不知道哪來的 莫名的一個無名騷這樣 出一個禮拜 那保險有很多 沒有 我這確診完之後 才開始買保險 買完就馬上住院 然後我就問到 那匠師可以賠嗎 我說還沒過一個月 喔 要還過一個月 對 運氣算不錯啦 就是都沒賠到 表示說那個 老天價你自己賺了 那你如果前面成大集合 那你也是在這個時間 你也可以成功嗎 其實我都有在思考啦 我都有在思考 畢竟又不是小朋友了 一切都在我自己的步調裡面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金牛座 喜歡走自己的步調 下一張專輯的情感面東西也蠻多的 應該可以在裡面找到一些東西 那會唱 唱先 先可以先還一下 因為他其實蠻忙的 他最近蠻多戲要拍的 因為前陣子都演嘛 那差不多了就開始爆拍 那相組的時間還夠嗎 相組的時間 蠻長的 後面可能他拍幾戲來 然後我也開始忙以後 相組的時間就比較少一點